今天我们是请到了一个很棒的老师 他叫周晓鹏 在我旁边正在鼓探他的手机 我来鼓探一下手机吧 今天聊的天的主题是跟一万不坦一样的 叫爱情 我竟然敢聊这个天 我不太熟悉 好那先就麻烦周老师介绍一下他自己 各位好 我叫周晓鹏 然后如果你们去百度百科的话 应该能够找到我的资料 我现在在百合网是百合网首席婚恋专家 然后在百合网的百合婚恋医救院 做婚恋医救院院长 百合网首席婚恋专家 对 大家可能觉得我的脸显年轻 但是年龄已经不年轻了 虚岁今年四十二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从你们的角度 按理论上按我的理解 其实婚姻是有很多定义的 婚姻不是只有一种定义 那么从你们的角度 你们认为相对健康的 或者说覆盖大多数人的 对婚姻的定义是什么 我对婚姻 好的婚姻的定义就两个字 放松 我做什么事情 我不会拘谨 我不会害怕 是吗 我觉得我理解的比这个复杂 我觉得婚姻关系有非常多的定义 比如说我吧 以我为例 因为我最清楚我自己 在早先和现在的婚姻定义是不同的 我认为婚姻关系是在世间找一个亲人 那么我们从婚姻关系找的是一种确定性 就这个确定性 这个人在任何 刚刚你说的放松嘛 就是我说 我说不喜欢吃 喜欢吃 他都不会对此发生激烈的反应 对我产生负面的判断 或离开我 这是亲人 那么什么东西最接近亲人呢 就是我爸我妈 全世界最接近亲人 因为他们对我的包容和接受是无条件的 所以我理解 我理解的婚姻是 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找一个无条件 相接近 无限接近无条件 接受我们的后天亲人 在跟她的生意亲人 然后组成一团 你就会觉得放松 为什么会放松 因为我觉得我怎样都OK 你都觉得我没问题 我是一家人 我理解的 所以婚姻是对一种后天确定性的寻找 那么也就是说 你在原来的家庭里面 曾经得到过确定性多还是少啊 还有你怎么去定义它 会决定你后来寻找这个反应是什么 这是我理解的 但是我还见过很多女孩 理解的婚姻是什么so may 是什么那个对吧 王子啊 什么来拯救我的人啊 那个就对婚姻的诉求 会有跟我这种会有偏差 我认为那种诉求的话 你出发寻找的 就胜算会更小 我还在读研 没有进入社会 男朋友是同校的学长 有种说法是 女生没有进入社会 没见到各种各样的异形之前 都没有定性 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类型 是这样吗 校园恋爱是不是不如工作之后 谈靠谱呢 这个问题里面呢 我首先反对几个观点 首先呢 谈恋爱不是为了靠谱的 完了很多人很受伤了 谈恋爱不是为了靠谱的 谈恋爱是为了体验的 体验的可能有很多种 体验最大化 所以呢 我认为在大学期间 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池 你想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 对吧 你要先试试啊 要很多枚举法 要筛选 要收集这些数量 我认为的 靠谱通常也来形容结婚 当然很多人的婚姻的 像我那种的确定性 是一种靠谱的描述 但是谈恋爱和靠谱 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从出来就笨着 就是要靠谱找到一个人结婚 我个人在我谈恋爱的时候 也不是这么想的 我本人也不赞愁 因为你仅有的一生中 你可能要 推开很多扇门 看世界的样子 对吧 每一个人就是一扇门 推一推几扇嘛 这是我理解的 那么所以呢 这个问题里 我反对两个观点 第一点是 人是在不同的 与世界的交互中定性的 你当然可以认为不定性 但是在你定性的过程中 也可以谈恋爱 对吧 谈着谈着你就定性了 就原来我喜欢这样 我看有人给你打出来一句话 像会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都是耍流氓 我也反对这句话 我觉得婚姻也分好几个层次 对吧 最差的婚姻叫繁殖婚 不知道为什么结婚 大家都结婚了 我建议大家去看我的一本书 叫三观一岁里的篇文章 叫做选择生育 选择生育 其实我应该写一篇叫选择结婚 就是结婚是可以选的 也可以不结嘛 所以那我总结一下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吧 第一 如果你在学校的时候 哪怕自己觉得没定性 你只要喜欢上一个人 就应该出手谈恋爱 我赞同 这点我非常赞同 就是大学一定要谈恋爱 对 第二呢 就是恋爱是不是 恋爱是不是不如工作以后靠谱 如果你说这个结婚 终成眷主的概率的话 那我相信它的比例是偏低的 但是呢 你是不是要谈一个靠谱的恋爱 还是像刚才我说的 你如何定义婚姻 你对它的需求是什么 决定了 你之后在谈恋爱对象上 你们往哪个方向去 我再帮你补充一个 我们的调查数据 我们在2016年的 中国人婚恋调查报告里面 会显示 本科毕业 就是有本科学历的 男男女女 平均恋爱四次以上 就是四点几几次才结婚 博士以上的男女 博士以上在六次 六点七几次 恋爱次数才结婚 所以其实你刚刚认 靠不靠谱 倒不如说 你到底要谈几次恋爱 那我们这样数据 可以告诉给我们 平均的一个概率 平均在四次以上才可以结婚 对 如果你现在这个伴侣是第二个 对你男朋友 你不要第二个 你可能还得太 可以多两次机会 也不要着急 就是明明她有好多缺点 我也经常唠叨她 但她也有好多让我爱的优点呀 相处中一直要求对方改善缺点 这样是对的吗 希望得到回答 缺点和优点 对应是相对的 相对的 那在相对的前提上 就是你的优点是对于我是你的 对于我 对 你认可的优点是你的 对 然后呢 刚刚说了 你的优点在我这有个排序 你的优点对我来说 是不是极端重要 比如说我和我先生 我先生的最大优点就是 同意我成为我 超级好的优点 我说我要去这儿 我要撑一下 我今天怎么样帅不帅 我今天怎么样都行 我成为我 这个是天大的优点 对吧 他可能有很多 这样的缺点 OK啊 我不会唠叨 因为我从他身上的什么东西 在我们感情里面起到 决定这个关键 我很清楚 其他都我干嘛要唠叨 我要求你成为一个完人吗 我疯了 我是完人吗 没有完人 所以我不会 我不会要求 要求别人成为完人的 但是呢 他有一些缺点 比如说 是不可忍受的 是有的 嗯 是可以修正的 比如说这个影响到他健康了 然后影响到家庭关系是有可能的 但是他里面最闪光点 就是起因我的 在我们感情中起决定性关系的是什么 你不要忘了他 然后你时常梳理他 这个挺重要的 今年的一次演讲当中 我也专门讲了关于缺点的话题 那什么是缺点 其实我要想说一下 缺点就跟刚才肖大姐说的优点一样 是相对的 所以在生活当中 所有的缺点等同于是对方跟你的不同 这就是一种比较 所有人的不同都会有 那接受对方的优点 以及接受对方的缺点 等同于接受了你跟对方的不同 嗯 也就是你不管是再不好也好 再好也好 我能接受你跟我不一样 那我们俩就能很好过下去 但是很抱歉的是 很多恋人和夫妻 他们不愿意接受对方跟他的不同 他们想把对方打造成 跟自己完全一样的人 这是第一 第二 他们有时候也不能接受 自己身上的一些 他接受不了的缺点 就是我接受 我接受不了自己的问题 所以他也讨厌自己 那这个状态就变成了 我既接受不了自己 又接受不了别人跟我的不同 那我们就开始吵架 我觉得很多人 说电视剧有小时候看多了 在谈恋爱初期 或者说结婚之前 就设想出一个完美的 或者幻想出一个 未来会成为的他 嗯 因为你和你过得现在的他呀 然后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在热恋的时候 他超爱你 最爱你的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去改为你改变 或者说他也很多缺点是你不能忍的 那么在你们进去感情稳定期和后面热情消退的之后 这些就更不能改变了 也就是说你必须爱上此时此地的这个人本身 你不可能期待成为患上这种人 这个是不存在的 我们现在的课程里边还是有一个要求 就是帮大家改造另外一个人 用催眠法 用催眠法 我特别好奇这个催眠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们会说人有一点 我们先说人有一点可改变在什么呢 每个人在过往的经历当中是曾经受过创伤的 所以当有一个创伤的人出现在你面前 你要用这种打击的状态去打击他 他真不可能改变 是任何人都有创伤吗 任何人 在我们看来几乎任何人都有创伤 每个人创伤或多或少 龙度不同而已 谢谢大家就今天和我们在一起 我本人和大家一样的 就是也是在这些所有的不完善路上前进吧 然后当我们体验到这种阶段性的成功 小幸福的时候 我们就会驱逐力量去找下一个 这个过程是让我坚持到现在的一个根本 所以好方法太重要了 思维方式太重要了 没有这些的话去哪都很简单 好了 再说再说就没有完美了 下周再说 那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也谢谢朱小鹏老师 今天和我们一起直播解答我的问题 我还有200多个问题 然后我也很多问题 然后我们就一一慢慢来解答 对对就慢慢来解答 然后我也会继续去寻找 我本人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那希望大家呢 也去不停地探寻自己 希腊神教上写的人啊 你要认识自己 好了 那就晚安 拜拜 大家拜拜 晚安